临时宾的事情发展到今天又出新瓜了 有知情人称朱小珍离世的时候是怀了第四胎的 因为给小珍上坟的时候是五个人的坟 而且这个消息还是小珍母亲的闺蜜透露出来的 其实按道理来说 在国内生三个孩子都已经算是挺多的了 但是临时宾为什么一直要让小珍生孩子呢 道理很简单 朱小珍在公司里持股90% 是名副其实大股东 本来公司的控制权是在朱小珍手里 但是这六年时间生了三个孩子 还要天天忙孩子的事情 哪里有精力再去打理公司呢 一来二去公司里的重要职务 全都被临时兄妹占据了 有网友称 在朱小珍的公司里发现了一份名单 除了临时宾本人和他的哥哥临时峰 当了董事之外 自己的公共临职盛居然也担任了监视 简单说 朱小珍在家生孩子 照顾孩子期间 整个公司彻底被临时家族掌握了 也就是说 不仅让朱小珍不要怀孕生子 就是临时宾家族的轨迹而已 利用女方的控窗机掌控公司 即便朱小珍重新回归 也是无力回天了 当然对于临时宾来说 各种爆料频出 从他老婆到他父亲 都被扒得低超天 最好的方式就是跑到国外 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但跑去别的地方 肯定更令网民反感 不跑才是理性选择 但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早上说思念去世妻儿女 晚上却与另一人相爱 这是网民反感重心 其次 出事前是否出鬼了 还有答应成立的基金会 以及相关的善款问题 始终没有落实 其实临时宾反反复复在网上带节奏 给自己立人设 实在是个不理智的做法 四年前就该把朱小珍的遗产 房子 公司股份 什么的归还 朱小珍的父母 还要人家开口要 难道你的现妻和女儿 还要拿朱小珍的遗产才能养活 一个初中生靠着王妻发家 不知道感恩 还恩将仇报 三个可爱孩子给他换来的赔偿款 他拿去还房贷 他说他拿到钱 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意思是 钱他没乱花 也花了不少 这是准备靠赔偿款过日子吗 现在回应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因为他早应该给岳父母家交代 而不是到现在被逼无奈 给网友交代